哈囉我是漾 那作為一個周杰倫的資深粉絲 他這次的新歌最偉大的作品 跟我的專業這麼相關 所以我就來解析一下說 他到底在MV以及歌詞裡面藏了多少彩蛋呢 那如果我有講錯或是遺漏的部分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討論喔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馬上來講吧 好了那第一個非常有名的場景 就是這個蘋果遮住臉的高帽男 那他的創作者是比利時的超現實藝術家 叫做雷內瑪格麗特 而這幅蘋果的作品呢 其實也可以說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了 而雷內的風格之所以讓人覺得有趣 有時候也會感到困惑的原因呢 其實就在於說他其實很多啊 跟來自跟現代很類似 或是說他影響了現代的這種插畫風格 或是說他的重點呢 其實都不會放在說 把一個事物畫得多真實上面 而是他的作品呢 通常都會把很日常很普通的東西 加上一點反邏輯 或是說有些不合常理 以及令人在意甚至有一些焦慮感的元素進去 那我們來看看1分19秒這個歌詞 我用情見穿說1920錯過的不朽 那其實1920呢差不多是超現實主義 剛要準備開始崛起的時候 那他們的代表人物有我們剛剛講的雷內 以及接下來要講的達利 那其實那個時候的藝術界也算是非常百花齊放的 包含我們常聽到的野獸、印象、立體、包浩斯等等 其實都還有藝術家在持續做創作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到他歌詞提到的作品 不是菸斗的菸斗跟臉上的鴿子沒有飛走 而鴿子的部分其實比較簡單 就是在指這幅畫 但是這個不是菸斗的菸斗就比較有典故了 在1928年雷內畫了像這樣的一幅畫 下面寫著這不是菸斗 而且是用文字入畫其實在很早的立體派就已經出現過了 而這個部分有趣的其實是他帶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異題 就是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請問在畫中你看到的這個菸斗跟實際上真的菸斗是一樣的東西嗎? 其實並不一樣對吧? 而在畫中的這個菸斗他並沒有辦法真的拿出來去做使用 而他所組成的也是顏料所組成的 所以這個意義我認為可以解釋成 畫中的世界跟我們的世界是不同的 而我認為這樣的解釋其實也可以很好的去解釋說 為什麼超現實主義他所畫出來的東西 跟我們這個世界有這麼大的不同了 接著我們看到達利他的還原度也是非常的高 達利最好認的其實就是他的小鬍子 那達火爾這個部分有一點曖昧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在影射達利的這幅firefirefire的作品 但是湯匙阿滷肉阿實中這個其實就非常明顯了 我之前有做過達利一幅畫的講解 那會把相關講過的連結全部都放在底下的字體連結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而這些元素呢在達利的畫作中其實都可以找到 達利最為人所知的應該就是這類各種像是 癱軟或是泄氣一樣的感覺的物品 可能也是他有其他作品比較容易給人家一些未知的恐懼 所以我這裡就不放太多有一點可怕的圖了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Google達利或是達利 那都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資料 然後龍蝦電話其實跟Sit down please是非常相關的 那我也有特別做過影片講 就是達利做過這樣的一個龍蝦電話的雕塑 然後當時有一個可以跟香奈兒打對台的天才設計師 叫做Elsa Schiaparelli 他就把這個龍蝦放到人的衣服上 然後最後就變成Sit down please的原型 那這其實也可以解釋說達利其實也不只是會繪畫 而在現代藝術家其實他所繪的表達的媒介 其實也就是越來越多的了 然後接下來的杜哥呢飾演的應該就是常鈺了 常鈺簡單來說呢他就是從小學習水墨畫 然後後來到巴黎去學習西方藝術 那他也是屬於那種死後才開始有名 然後畫作才開始變得之前的那種藝術家 而歌詞提到的大腿跟宇宙呢 其實就是這幅常鈺的知名作品 而被徐志摩呢稱為宇宙大腿 在之後的畫面呢也有出現 而這盆花呢應該就是常鈺這一系列的盆花作品 那這裡值得說的一點是 他常鈺這個人他所畫出來的東西 我認為最有趣的點真的是中西合璧的這個點 他在梅材上呢後期我們看到的多數都是油畫 但是你看到他在枝幹上的畫法呢 你就會發現這其實是水墨的用筆 然後在葉子以及某些花瓣呢 也會是中式的筆法以及用色 而這部分我沒有辦法很直觀的告訴你 怎樣算是西方怎樣算是東方 那比較考驗是你平常有沒有去觀察 看到一些說中西方在描繪植物上 有不同的筆法或是什麼不同的方式 而其實甚至呢整體的布局也都會有所不同 我用白花一點的方式來說呢 我個人主觀的認為西方比較喜歡像是華麗 澎湃盛開的花朵 而東方水墨比較常用留白或是枯枝落葉等等的方式呢 去營造畫面的空靈感或是一種季情的感覺 而長域的某些作品你也能看到它的構圖 其實是非常水墨式的 然後接下來呢到了馬蒂斯的海灘 那其實這樣就帶到了後表現跟野獸派的部分 那當然其實也帶到了非洲藝術的一些影響 馬蒂斯或是你說野獸派的畫作 它走的是一種筆觸跟色彩表達 而通常它的筆觸都非常的狂放 那顏色也不會選用真實的顏色 而是加入了自己的主觀呢去做稍微的簡化 不過我一定要說的是 野獸派這個名字啊 是當時的評論家說 你這個畫法真的是野獸才會做的畫法 因此而得名叫做野獸派的 所以呢它的英文其實不是什麼beast或是monster之類的東西 它的英文呢其實叫做focus 才是它正確的英文名字 它是從法語的字根來的 而接下來的星空下的夜晚與夢客橋上吶喊呢 又分別點出了幾幅畫 所以周董真的是短短的幾句話 就要讓我講了很多內容 星空下的夜晚大家第一時間應該都會想到這幅梵谷的The Starry Night 那我其實想到的是另外的這幅啦 那它同樣也是梵谷的作品 那你覺得哪一幅比較像是你想像中傑倫在裡面描述的畫面呢 也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而這個夢客橋上的吶喊就擺明了是夢客的吶喊嘛 那這幅畫我本人其實在大英博物館的特展看過 我也有拍過成影片 而這裡其實有一個千年的大誤解啊 90%以上的人 包含你是不是都認為 畫作中正在吶喊的是那個人呢 而其實其實 正在吶喊的呢 是他在旁邊的大自然喔 夢客呢其實曾經在他的字書中提到過 那時呢他正在跟幾個朋友走在日落的道路上 而日落時呢 大幅變幻的光影形成了鮮血般赤紅的顏色 又與大喊深層又未知的藍呢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讓當時的夢客瞬間感受到了極大的焦慮 因此做出了這樣的表情 所以在吶喊的其實不是那個人喔 是在旁邊的大自然喔 而接下來我們來到3分22秒呢 這個用詞讓我想到了有名的墨內花園 那據說啦墨內晚年呢是罹患了白內障的 所以後期都待在這個花園去做敬仰 而也產生了蠻多關於這個花園的畫作 而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墨內的時候呢 也是直接叫出來說 哇靠他有烤具耶 我個人是覺得真的蠻像啦 就是一出場我就知道他是誰的這個程度 而這個歌詞呢說 研究色彩的形狀呢 其實也帶出了印象派的由來以及他的突破 墨內呢畫過很多這種一樣題材 但是不同季節與時間的作品 他其實呢就是在探討光線對於顏色的影響 在以前的古典畫派呢 你就會發現 這張畫作其實基本上都由褐色系構成 但印象派眾人呢在筆觸上會更加的奔放 而用色呢也會更貼近眼睛真實看到的顏色 所以呢 印象派這個詞當初的由來 也是因為那個評論家說 欸你們這個根本就是憑印象亂畫的吧 這樣子而由來的 結果呢現在變成一個這麼知名的詞 那不知道那個評論家到底驚不驚喜 意不意外呢 而接下來呢連續提到了兩幅墨內最有名的作品 睡蓮與印象日出 而印象日出我其實也有做過影片了 那他基本上就是最能代表印象派的作品 而睡蓮呢其實我本人也親自去看過真機了 那我認為他是一個無法用螢幕表達螢幕看懂的一幅畫作 那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實際上呢展間他是用好幾個圓形去做展示的 用白話講呢就是會有一個沉浸式的體驗 會讓你有真的身處在花園中的感受 同時你也會發現在不同的位置跟時間 他所使用的筆觸、顏色甚至是構圖的位置 都很值得你去稀稀的品味 而MV中出現的是水墨的蓮花 一方面呢是蓮本來在東方就有特殊的象徵意義以及一些宗教意義 而一方面呢其實是范骨啊或是墨內 其實都受到了蠻多東方的影響的 比如說墨內畫過這樣一服穿著和服的老婆 而范骨呢我也記得是受到了很多服飾會的影響 所以這裡出現水墨的蓮就是非常合理的了 而歌詞呢提到草地上 我不確定 但是呢我覺得可能是指墨內的草地上的午餐系列 這幅呢也是墨內的經典之作 那後面的徐志摩呢雖然我也是看過 但畢竟文學嘛不是我的專業 那我也就不斑門弄服不多說了 那今天的彩蛋解析呢也就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也別忘了幫我點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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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跟他一樣的信氣 用來… 看書